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10月28号上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是对台湾的现在的武装歌剧政权的头目 蔡英文女大当家的专访 这里面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啊 通篇采访 蔡英文的最大重点就是强调 若大陆对台动手 美国及国际社会会帮助台湾 让大陆媒体着重报道的是 蔡英文承认美军在台湾的存在 注意啊 美军在台湾的存在 美国小谷部队在台湾的存在 美国小谷部队在台湾训练台军 这些事情七七八八的议论已经很多了 过去台湾国防部是秀一承认的 现在台湾的女大当家的蔡英文 居然以他台湾第七领导人的身份 对着国际媒体 对着CNN承认确实美军存在 这我看舆论炸了锅了 CNN的原文他没有详细 说蔡英文怎么说的 蔡英文是如何承认的 只是表述说蔡英文是第一位 承认美军存在于台湾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当然了 CNN不用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词 蔡英文具体说了有多少美军了吗 没有 美军什么样态存在 没讲 多少人没说 但是给人的感觉 这只是前段时间流传的一个信息 蔡英文他用他的嘴重复了一遍前段时间报道的那种留言 那算证实了吧 美军确实在在台湾存在协助台湾训练草莓兵 美军存在于台湾这事过去是一直默默糊糊的 两岸特殊啊 美军帮着台湾训练 因为美军卖他武器嘛 说卖了武器 然后呢 我教你武器怎么用 听起来好像也是可以这么理解 但问题是台湾国防部从来就没有正面回应过 台湾那个自己还好意思叫国防部 伪国防部 那台湾的高官来承认这种事就更是少见了 所以这次蔡英文可以叫做是捅破了窗户纸 那既然捅破了就好了 不是长截子了吗 一刀下去 那就该流浓出来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 我积赞同 这说法怎么说 说现在呢 华盛顿当局正在逼迫中国政府选择 华盛顿不愿意看到的那种局面 就你逼大陆动武呀 什么时候动武 动不动 怎么动 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已经变了 主动权在我 主动权操之在我 但是看你表现了 马英九那时候 动武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 对不对 蔡英文上来了 蔡英文现在倒行逆施 美国方面倒行逆施 布林肯胡说八道 甚至美国总统拜登先生 这两天两次人记者追问他 他都在那说保卫台湾 两个手使劲 老头保卫台湾 当年陈水扁的时候 民进党大力鼓噪 推动台湾名义 加入联合国公投 那个时候美国相关部门表态不太支持 后来陈水扁下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制造麻烦 那时候不愿意看海家两岸出这种事情 所以美国人把他给吓了 不但把他吓了 而且台湾的人搞不清楚怎么着 阿扁 在瑞士银行存钱的事 怎么就突然间就爆出来了 爆出来的人是谁 那后来我们知道了 是美国CIA 美国CIA在那里边 他是坚定的汉为美国利益的 那个时候陈水扁推动两岸那个公投 美国人不愿意看到 美国人希望保持现状 因为台湾急捅 那就会导致两岸形势发生急转之下的变化 台湾这个地方只有不读不捅 在这个地方对马上来说 才是最有用的 所以阿扁当年所干的这件事 推动公投加入联合国 是美国白宫直接表示 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 你在国际社会当中 你不是个国家 那个时候美国的表态让陈水扁气疯了 阿扁活一场愤怒 你愤怒美国人也表态 美国人是你主子吗 那个时候美国副国务卿表示说 入联公投是错误的 你是台独之邪 我们美国不主张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所以陈水扁这样你不但要下台 而且还要入狱 还有丑闻要曝光 由此可结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美国是掌控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不行我就把你我可以把你推上去 我也可以把你扔出来 我还可以给你一巴掌 我让你呢抽文招章 这都是美国CIA能够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了 今天呢 美国在台湾公投 在这个美国台湾加入维和国的国际组织 这些活动当中美国人变了 变化的原因呢 不是陈水扁 也不是这个李秀莲 不是什么这个蔡英文 不是马英九 不在台湾 台湾变化不大 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中国大陆变了 中国发展起来了 中华民族崛起的势头很猛 而且生生不息 美国人忌惮 美国人恐惧 美国人妒忌 所以日前在直播的时候 对于所谓台海战争 美国是否协防台湾表态 美国方面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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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总统就出来 讲了一番yes 讲了一番yes 刚讲完美国白宫官员出来灭火 说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没有变过 现在蔡英文专访出来了 美国总统被媒体逼问 若大陆武统到底帮不帮台湾 这两件事 我都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台湾的事当然是美国人当家 这事不用论 那美国总统是拜登 拜登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美国最有权力的 拜登说完了 yes 协防台湾 保卫台湾 是的 肯定 最近连续说两次吧 他刚说完 马上就有的 美国官员出来辟谣 说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没有变 美国政府对海峡两岸态度没有变 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变 美国的既定方针不变 等等等等 我的问题是 在美国到底谁说了算呀 按说拜登说的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对不对 那美国政府就白宫吗 你下级官员 你归不拜登领导吗 你如何能够纠正总统的错 你官员发言人 普萨基你凭什么纠正总统啊 你五角大的发言人 你凭什么纠正总统啊 由此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还记得吗 特朗普总统不想下来 拜登总统急着进来 于是乎两个老头争夺白宫的主人 到底谁是 特朗普不想下来 那个时候就想各种幺蛾子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拜登总统 有人预测说他可能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 使美国进入一种战争状态 当然总统认为他是可控的 但事实上战争一旦打响 我告诉你 打响容易 控制是很难的 你怎么能控制啊 所以美国方面就非常紧张 美国参联会副主席跟中国军方通报 通报什么内容 说总统下令叫我们打仗 我们也不打 我们是不会打的 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知道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在美国不是变成一个宣传大波了吗 有人说泄密 有人说通敌 然后特朗普又不依不饶追究责任 但是特朗普终究是被选出去了 逐出去了 拜登上来了 拜登则向媒体表达说 非常肯定他对国家的忠诚 大家发现了没有 从拜登说要保卫台湾 然后美国政府出来辟谣 两次 到往前追溯特朗普总统内说 有可能发动一场军事行动 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来使自己能够稳稳当当的继续坐在白宫里担任老大 美国军方则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通报 我们不会执行总统的命令 这两件事情会不会带给我们一种思考呢 在美国到底谁说了算 总统有多大权力 那个下级军官又是执行谁的命令出来发表这样的意见 他显然不是总统的命令 因为他所说法和总统的命令那是完全蛮拧的 总统要这样 他说这样 总统说这样 他说这样 这种翻大饼的内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谁在实际控制美国人 美国政府特朗普总统自己都说过 说存在一个影子政府 深层的影子政府实际控制着美国 那我们一般会说 哇那自身的美国人那是一群的资本家控制 哪群资本家呀 这种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样的 谁决定的 谁决定说拜登这句话我们纠正 拜登不是这意思 谁决定特朗普那个决定下来了 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陶纳德特朗普叫我们进攻中国 我们也绝不会打仗的 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周知 这个谁说了算哪 那个下级军官 他为什么敢这样 在一个系统内部啊 指令是从最上层向下层传达 那现在当上层有异动的时候 下层反过来 给他一个反冲 而且这东西还不局限在系统内部 而是把这信息泄露出来 过往昭告天下 美国这事儿大家觉得奇怪不奇怪呀 当然 你从特朗普对中国要发动决实行动 这种胡来来说 那阻止他是对的 对吧 当然从拜登说保卫台湾 马上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 这个角度来说维护台海和平也是对的 那好假如他这个对的一直是这样做的话 那么这两件事情引申出来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维护今天台海的这种和平稳定 维护中美关系之大定的这种美国社会的内在的力量 是由什么东西所决定 我曾经请教我熟悉的几个美国问题专家 他们哼哼唧唧半天也没说清楚 那你说美国是被犹太集团控制的 你说军工复合体控制的 你说是一群的影子内阁 是什么什么家族控制的 好像都不太容易 不太贴切 那好了 做一个问题 我就请教今天看到节目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一下我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认识啊 谁在教美国总统说话 谁在规范美国总统的动作 有人说第四权力 第四权力什么呀 就参众两院 然后美国三圈分离之外 然后另有第四权力 那就是媒体 媒体的权力 这事好像还不是媒体吧 你怎么知道是媒体呢 媒体报道这事不假 但是给中国军方打电话的是美国媒体 是媒体吗 但是出来发言的 菩萨基为代表的国务院的力量 和这个美国军方的发言人 他代表的是媒体吗 不是吧 所以所谓第四权力在这制约着美国的 这个从最高行政权力 这话显然不通 那是谁 这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 谁告诉我是谁 你拿这个最新的事来说 蔡英文专访 CNN去专访了 专访了 然后蔡英文表态了 蔡英文承认说 美军在台湾存在是有这回事 这种事依照今天的美台关系 美国方面不可能不知情 那美国方面为什么会让蔡英文 站出来承认说有美军在台 美国方面让蔡英文放风 到底是几个意思 美国到底是考虑将来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承认美军在台湾 这是个砝码 还是公然冒天下之大部委 推翻三个公报的原则 知道中国和美国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则 是撤军啊 你撤出在台湾的全部军队 这是中美建交的这个原则 前不仅有美国物件大的发言人 还要求中方回顾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呢 从来都是你们违反三个联合公报 而且现在登鼻子上脸啊 公开叫蔡英文承认这事了 这美国方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看台湾有人评论这件事说 这事啊不用想那么复杂 对蔡英文来说 他承认这事很简单 要承认这事 蔡英文的底牌就是两字 选票 蔡英文就用这种事来夸大大陆威胁吗 用这件事呢来证明台湾受到威胁了 然后呢所谓中共的统一迫在眉睫 建在悬上 所以我们呢 这时候我们要穿上防弹衣 戴上摩托车头盔 我们要做豪猪 就他个人而言 在这种方式能够激发起那些 有台独倾向的台湾岛民的一种情绪 然后要选票啊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但是又有人说了 蔡英文不大可能连任了 这个时候他要选票 有那么重要吗 是不是有更长远的 更深的考虑 那就是美国现在呢 没有别的抓手了 只好用台湾这件事情上 尽可能制造更多的不利 来迎娶美国的战略主动 甩锅给中国 你说新疆什么大规模种族灭绝 这种事 美国人自个儿都不信 但是他开足了玛丽大喇叭 天天这么喊 在中国 这中国是没有杀伤力的 因为你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那现在在别的事情上 在南海的事情上 你发力也不能怎么样 那怎么样 对吧 自己潜艇还撞了 台湾这件事 美国人越来越发现 这件事是可以增加麻烦的 不能把中国怎么样 但是美国却可以甩锅 美国却可以接着做文章 至少让你闹心的 我看有一个人说的有意思 他说蔡英文也许 没有你们想那么多 蔡英文就想了一件事 气气中国大陆 气气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还真不是 你这个三千两脚 你这个小花招就能气着的 重要的不是气气中国大陆 而是要告诉台湾民众 我蔡英文 我抗中保台 我是真心实意的 我把那爸爸叫来了 我打仗我打不过你 我告诉我哥 我爸爸出来了 是一种很简单的 弱势的心理 这些惹了事儿 惹了事儿之后呢 又棒一个粗腿 要人家来给他撑腰 无非是这么一个简单 反应式的思维吧 蔡英文现在还没有老糊涂 说话呢 一直很清楚 一直居心妥厕 一直用意深远 就是要态度路上越走越远 分裂中国 但是拜登呢 现在因为比较老迈 80岁的老汉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老年人的这种迟钝 作为一个老爷爷 他出现这种思维反应迟钝 出现一些生理性的现象 都是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美国的 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在保卫台湾这件事情上 这么说话 那当然这是个政治问题 这不能用一个老头年纪大了 他自己呢 可能记忆力差了 一身的脑子出岔来理解 而且拜登先生 他作为美国资深的外交官 他当然非常理解 台湾问题的特殊敏感性 而且有人说了一件事儿 很有意思啊 说对台政策 美国刻意保持占领模糊 谴词造句 向来自真俱拙 只要是美国人在这地方 切香肠 突破一步 都是美国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而且拜登自上台以来 已经两度了 他不像是口误啊 特别是以前 以前这个拜登 曾经干过什么事儿呢 他曾经小布什的时候 他那时候他在参议院嘛 他指责小布什 说关于台湾问题 你的表态不准确 应该是这样说的 他说自身外交官 所以总括小布什 他的人生的轨迹 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年迈的总统 生理性的出错 口误来解释 那也许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 另有一番更深的意思 咱们暂时还解读不出来 但是好在拜登即使是他想跟中国来横的来硬的 从现在美国国务员的发言人的后续发言和五九大的发言人的话来说 美国现在在台湾真跟中国动家伙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拿啥打呀 打了之后这局面受得了吗 美国今天受不了 所以对台湾的问题来说 中国人民 祖国统一的意志 但像山一样不可动摇 而台湾对美国来说 究竟是不是核心利益 就算是你把它描述成核心利益 你们决心拿出多大的牺牲来捍卫这个利益 这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